这群南韩人拿着写忽视社区安全的标语 嘴上大喊搬出去 原来南韩知名的连续性侵犯蒲炳汉 出于重获自由后就住在这个地方 现年40岁的蒲炳汉 曾在2002到2007年的5年之间 在基金道水源市的劝山区和通林区作案 当时他连续对实名年纪在20到40岁的女性伸出魔爪 又被南韩媒体称为水源猎犬 他在落网后判刑15年有期徒刑 出于后准备定居在首尔南方的华城市 10名的女性を性폭행한 혐의로 教授所에서15年을 복역한 뒤 출소한 박병화가 원룸을 얻어 거주하자 인근 학교 학부모들이 들고 일어선 겁니다 原来华城市还曾发生震惊南韩的李春仔 连续谋杀案 如今又来一位性侵犯 难免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最近不断出爆的南韩警方 为了安抚人心 宣布增设27台监视器和12个警吉林 还加派10名警力全天候巡逻警戒 希望能让当地居民住得安心 只是为了防止蒲炳汉再犯案 南韩警方开了全天候警戒的特例 不过有专家认为 所有获释的性侵犯不可能全部比照办理 南韩政府还是得想办法 降低民众对更生人的敌意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